大家高鐵通勤的旅客注意了 全國疫情降到二級 大家通勤的需求上升 高鐵今天就宣布了 9月1號起南下跟北上都要加開班次 週三凌晨開放車票預購 高鐵說了9月1號開始將會加開180班次 分別是南下90班、北上90班列車 每週提供809班次的列車服務 而8月18號也就是週三凌晨開始會開放預購票 為了配合防疫的措施各車次的承載率維持在七成以下 也會繼續實施全車對好坐